OK,那我們在開始正式使用那兩套軟體之前 先跟老師介紹幾個 第一個,老師去背覺得需不需要 有需要對不對,我們畫面是會長大的 老師,很榮幸跟你拍個照 也有看到前面有一個紅點對不對 好,那我們準備看前面喔 1、2、3 好,請問這樣滿意嗎? 可以齁,好,我們抓到這個畫面 這樣就OK啦 那,問一下各位 請問,老師如果要把我們這個現場的背景去掉 你覺得容不容易? 還要打開Photoshop 然後呢,還要去上個課 等到你用好 可能要好幾個月以後的事情了 所以,您可以進到這個網站 那,這一個呢,是一個免費的AI的雲端服務 所以在我部落格上呢 我有介紹的一些叫做我們與AI的距離 因為現在AI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其實用到來蠻多的喔 所以呢,您進到這兩個網站 哪一個都可以 因為我寫了好幾篇文章介紹它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 對不對,你把它點進去 remove,背光齁 BG就背光 點進來之後呢 我剛剛已經把老師的畫面抓下來了 在這裡有沒有 所以,老師,你可以回去做 謝謝,我隨時可以幫你叫出來 哈哈哈哈 欸,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要不要翻譯都可以 它預設有簡體的中文 那當然它本身不是大物的 所以我們把它 Ctrl加V貼上去就好了 那這樣的方式呢 你看我們把它傳上去之後 5秒鐘就解決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比我們學佛校快一點點 老師今天來這個 學會這個就好了嘛 因為用在簡報裡面可不可以用 用在影片裡面可以用 對啊 就OK啦 所以呢 只有這樣嗎 當然不止 你看上面是有編輯的功能 我把它按下去 所以如果你覺得 我需要換個心情 你就來這裡 我們就可以出去玩了嘛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自己的照片 像這樣你可以選自己的照片放上來 上面這個是緊身的 好,緊身的部分 像我們單眼相機有沒有 你可以有緊身 你要不要開 好,那如果呢 你只是要做單純的 照片的 單色的 你也可以來這邊 顏色 像這樣子 像我們現在 大頭照是不是要用白色的 早期我們都用下面這個顏色嘛 所以老師知道以後你要 怎麼拍大頭照的嗎 這個網站你用行動裝置也可以上網啊 哈哈 他就雲端的服務而已 而且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你用到現在 好像不用註冊 也沒有廣告 對不對 對啊 很不錯吧 那 他除了這個以外呢 他還有擦除跟復原的功能 如果說萬利老師你有需要 比如說我覺得 這裡 螢幕有擋到我了 有沒有 這是我的那個網路攝影機 你可以用那個擦除工具 來這邊擦一擦 這裡 有沒有 因為我這樣 滑鼠卡卡的 所以不OK的話 我們可以還原上面這裡 這裡有他的尺寸 那如果你要復原 可以按復原 在這邊 有沒有回來了 他有簡單的編輯功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也可以在這邊 有很多的功能 所以這個雲端服務 真的 每次介紹都心裡很難過 因為我以前很認真學Photoshop 但是呢 現在不小心一下就被打敗了 對不對 好那如果您覺得OK了 你就按下載 就可以把這個軟體把它下載下來 那 這個 應該說照片 區備好的照片 那這個雲端服務呢 他其實不是只認識人 他認識的 幾乎所有東西都認得 只要主體明確就可以 所以呢 如果老師您有興趣的 您可以試看看 像我們在這邊 我開一個Google的 好 您可以進到那個什麼 進到那個圖片 稍微找找看 來 我進到圖片裡面 有沒有老師你想要考考他什麼的 毛小孩 老師上課可以用語音輸入嗎 這樣夠偷懶嗎 打字很快當然可以啦 有沒有老師你要挑哪一張 毛小孩要跟他PK一下 有沒有老師你想要挑哪一張 最右邊這一張嗎 好 我們點進去 老師不用下載 按右鍵 有沒有這直接複製就好了 你只要複製就可以了 好 我現在拿到之後 我回到這邊來 好 這裡關掉 Ctrl加V貼上去就好了 你如果是自己拍的 當然你就可以用 拖曳的方式上傳 好 有沒有就解決了 老師這樣滿意嗎 你點播的 搖頭的意思是 不可思議還是不滿意 很快對不對 好 那您可以發現 像這個 他給我們的解析度 就是中低解析度 中低解析度 中低解析度 那中低解析度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你用在螢幕上 用在簡報上是不是都OK 那如果你要比較高解析度 這就是屬於他的付費功能 要先儲值的 所以這裡有沒有 這個就屬於要付費的地方 那像這樣 你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到 我們的簡報裡面來用 比如說像這樣子 我把剛剛那一張丟進來 有沒有 去費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進來了 因為有去費跟沒去費 真的效果差很多 因為我們要做影像合成 最重要就是會選東西 那少了這個步驟 很抱歉你大概就是 剪刀降虎 就是四四方方的 效果就差很多 所以 老師這個服務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麼我們在右手邊這個 為什麼特別再寫一下 這個呢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網站 高解析度是要付費的 請問老師 你有沒有付費的意願 怎麼老師都沒有回應呢 哈哈哈哈 萬一你真的需要 我要高解析度 比如說你要做大張海報 那或者是甚至更 更大一點的輸出的話 你可以來另外一個叫 StickerMuteTrace 這個網站要註冊 介面沒有像RemoveBackground 這麼好 方便拖曳 它就是用選的上傳 可是它的唯一好處就是 下載的時候 原汁原味 你今天高解析度 我就給你高解析度的 它上面的編輯功能相對比較少 可是就是有你需要的這樣子 所以我就另外找了這個服務 那麼 這兩個呢 他們的 AI的 這種等級 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我下面呢 有跟你比較一下這兩張 有沒有 兩個雲端服務 它在這樣子運作的時候 其實效果都蠻接近的 可以接受 那其實Adobe呢 從Photoshop應該是2018吧 其實也有AI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老師報告一下 他們家的AI還在幼稚園 人家這個已經長大出色會賺錢了 呵呵呵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 程度是有蠻大落差的 那我們RemoveBackground 事實上 它也有API 就可以直接整合在Photoshop裡面 如果老師您是屬於設計科系的 您也可以考慮把它整合到裡面去 當然那個部分 一樣就是 做完的 就是中低解析度的 如果你要高解析度 就還是屬於付費的這樣子 這個是跟老師第一個介紹一下 您在做教材的時候 這樣是方便很多 對不對 你不用擔心說 我這個還要做什麼影像處理去背 很麻煩 不會 就丟進來 就OK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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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